然后后来等终于准备万圈了之后 大家就一行人偷偷摸摸地下楼了 走了一个很黑很暗的楼梯 很黑很暗的楼梯 然后在走楼梯的过程当中 我走在下面嘛 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 应该会被阿萨说出来 所以我先自己说掉 不然就是会给 会被大家 以讹传讹 就是以谣言的形式传出去 我觉得我还是自己主动说出来 就是我走在 我走在前面 然后一回头 就是大家停下来等了一下 然后一回头 光一前辈正在我后面 然后我一看 光一前辈啊 你裤子拉链没拉 然后我就帮他拉上了 我是多么的助人为乐 然后这一幕被看到了 我觉得阿萨说他肯定要直播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 反正我自己先说出来 这样的话就也没有什么好吐槽的了 对不对 我多么的温柔 多么的助人为乐 对啊就是 当时那个气氛 就是大家大获成功 来 大获成功 马上要出去吃庆功宴了 光一前辈 如此的 他都这样了 对不对 怎么可以让他 大门洞开的出去呢 着凉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就顺手帮他给 把拉链拉上了 没人说吗 这件事情没人说吗 完了呀 早知道应该 应该先确认一下 没关系 好吧 我就说了 这件事情 我也是因为刚好下楼的时候 走在前面 然后停下来一回头 刚好看到光一前辈没有 裤子拉链没有拉 感谢阴险大猫王的SG 谢谢罗姨 又多了一个对关保证 光一前辈裤裤 拉链没有拉的时候 作为真正 体贴的后背 就应该默默地帮他拉上 没有一句怨言 好不好 关键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当时心里还在 还在说 光一前辈真是贵人多往事 怎么裤子拉链都往拉了呢 然后后来就这件事情过去了大概一个小时 大家开始吃饭了 后来我吃到一半 去上厕所 发现原来 我自己也没有拉 大意了呀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 就是表演过程中有换衣服的 所以才会这样 就是大家准备的比较 换衣服比较匆忙 所以自然会不小心忘记这个事情 感谢 扑扑扑一单腿帅哥的ST 罗伊 贵人尽是我自己 确实 确实 贵人尽是我自己 感谢 这次在场的Liven 已经没有我们的后备了 参加Liven 可能明年就会有人帮我拉拉链了 期待一下明年 下一次啊 下一次我故意不拉 看看谁会帮我拉好 不是我人不好的问题 是没有像我一样 这么体贴 细致的后备 对吧 之后的后备 请都以我为榜样 好不好 看到前辈有困难的时候 记得随手帮一下 然后以后 这个就成为了VR设内的传统 成为了前辈后辈 增进友谊 增加羁绊的这个传统仪式 像这种重大的场合 一般性别人 可能像参加什么毕业典礼啊 参加那种重要的场合 前辈帮后辈 副辈帮小辈 就是整理这个 仪容整理领带 帮他们把领带拉拉好 帮他们把领带拉拉好 然后在VR这边 大家就是互相 把这个裤子拉脸 往上一提 也是很有气势的一个动作 好了好了 翻篇翻篇好吗 怪内容翻篇 不小心自爆了一下 这个事情真的是 我以为阿萨一定会说的 居然没说 看来是忘记了 罗伊说 昨天光阴裤子拉拉拉 对对对对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我本来 这个事我居然给忘了 我跟你们说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 我见证了 是昨天就是我们 退场的时候 我们走安全通道 你们知道吧 我们肯定不能 不能跟你们走 一样的那个通道出去 不然被你们活住 我们走安全通道 然后出去的时候 我在那边说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就是演示一下 就是那个什么 我忘了 我当时在说什么 反正我说了个什么东西 然后罗伊说 我算了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接下来他往那个光一哥 对我当时在 那个光一哥的肚子 我说光一哥的肚子 很有弹性 然后那个罗伊说 你这样不行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接下来他可能注意到了 他突然手往那个光一哥 当那边过去 然后慢慢的默默的 帮他把那个 裤子拉链给拉上了 我想起来了 然后我就是 罗伊很认真的 在帮光一哥拉链 然后光一哥就低着头 就是 然后就气氛 瞬间很沉默 就是然后 我站在旁边 我就眼睛 就就很震撼 然后我还以为 就是说 他是要把光一哥的 裤拉链拉开 结果是拉上 然后我 我过了几秒 我才反应过来 光一哥你裤子拉链 原来没拉 然后光一哥就 就哈哈 他说 他说 只能说 这个是裤子的原因 还是说 就不能因为 是裤子的原因吗 什么什么 就不能因为 是那个 就不能因为 是什么 stuff的原因吗 什么什么什么 就特别那个 我差点忘了 我今天居然 没说这个事 给我整忘了 对对对 我这个事 一定要跟你们说 我忘记 对光一哥 尬住了 我也尬住了 我都没注意 你们知道吧 罗伊眼睛很尖 感谢 A61050575 如何评价 VR某位男性大前辈的社会痴疮被 罗伊 Roy强行 强行关闭 这个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 我们不相应 是 罗伊